這個是去年年底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台灣的九合一大選 那麼那一次國民黨是完全的翻轉了 跟上一次在地方大選 跟民進黨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對峙態勢 所以國民黨的所謂的寒流新奇 以及民進黨了這兩年多來 蔡英文政府的執政 普遍被認為不得民心 可以算是基本上目前是一個 十分失敗的一個狀況底下 進而影響到2020年的總統大選 外界都認為這一次國民黨很有機會 一舉重新又奪回政權 是 那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針對這個題目來談 那麼主要是找委員說 在內外的政治情勢的演變 台灣民主化三十幾年 那麼從黨外演進過來的民進黨 今天一個代理主席 前代理主席講出來說 台灣的民進黨必須要蛻變為全球世界華人的民進黨 那麼這裡面那麼有怎麼樣的一個意涵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先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講這個話的人我們先看看他有沒有代表性 林又昌1971年出生 他現任的基隆市長 那你說基隆市也不過就是幾十萬人口的城市 有什麼了不起啊 但是他的意義在哪裡就是說 九合一選舉啊民進黨兵敗如山島 連南部高雄都輸掉啊 可是他在北部啊他在北部他居然啊 有三個城市啊他都當選了啊 一個就基隆一個就桃園一個就新竹 那都被認為壓倒性的 都壓倒性的 他們都挺過了這個所謂的海嘯 都挺過了海嘯 那麼而且都在傳統上被認為 比較不是民進黨優勢區的 北部跟都會區啊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啊 那麼林又昌他在選民進黨選敗之後 蔡英文辭掉黨主席啊 那麼他就被推選為代理主席啊 所以他這一次他在紐約 Flashing的這個演講啊 他就是用代理前代理主席的身份 因為來談的是民進黨的新的路線主張 這我剛我意思就是說 是有他的一定的代表性 而且他還有一個那個 在他接任這個代理黨的 對他講了一句話 講了一句很多討論 對他說人民不欠民進黨 人民已經不欠民進黨 因為過去啊那麼台灣的選舉啊 那麼在尤其剛民主化的 頭幾次的選舉啊 那多至少很多人會覺得說 黨外的人在台灣民主運動當中 犧牲非常的多 所以人民是一種補償的心理啊 一定要投給他們 但是你等到你全面執政了以後 剛講到他們自己檢討也都說 自大驕傲太自信啊 那麼事實上還有一種權力的傲慢啊 那形成的問題 好但是呢 這一次啊林六昌講的說要從台灣的民進黨 跟華人的民進黨啊 這個意義就不同了 這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我們今天呢可以先從當年啊 黨外的主黨啊 從當年開始談起啊 大家知道台灣的這個主黨民進黨 是在1986年的時候 9月28號在圓山飯店啊 那麼當時還在戒嚴的後期啊 那麼他們是用這種衝撞的方式啊 未經何可啊 因為當時台灣跟大陸 現在情況是一樣 是不准組織這個國民黨以外的政黨 是不允許存在的啊 那不能存在 或者除非你只有兩三個花瓶政黨啊 那所以他們當時是用黨外的名稱 但是一直在做阻擋的準備啊 所以大家知道有所謂的美麗島雜誌嘛 但是那個時候的民進黨啊 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事實上精神上來講 他是延續啊 早年啊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一批 所謂的外省精英啊 自由派的他們成立的自由中國啊 雷震包括胡適這樣一脈相傳 傅政啊 那他們甚至英海光啊 包括費西平 費西平 他們一脈相傳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民主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長大旗的一個延續啊 所以那個時候的民進黨 剛主黨的民進黨啊 應該講說啊 這個他是有相當的包容性啊 當然他一個前提都是為了對應 對抗國民黨 有一個對抗國民黨的需要而團結啊 而且結合所有反國民黨的力量 反國民黨的可能有包括到 有台獨的 有這個比較統派的 也有統派的 那麼也有外省級的 當然還有就是完全的 所謂的自由自由主義者 對自由主義者啊 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就是 這個不認同獨裁 不認同威權啊 那麼所以包括蔣介石當年 這個所謂的任期延長啊 不斷的延長的情況 那麼在當時 自由中國都用整個的社論來批判嘛 在當年的情況啊 那坦白說 這個讓我們想到去年啊 把中國大陸的修憲啊 把這個習近平的任期啊 無限期延長啊 這個大家也在有很多討論 好像時空翻轉 翻轉了 好所以呢 我記得警衛承認我們剛剛講到說啊 所以民進黨當初成立的時候 黨的名稱啊 是有考慮的對不對 這一部分啊比較講 就是說剛剛青龍兄所提到了 對他有改是不是 他的名稱為什麼不叫台灣民進黨 當時啊 其實他們成立的時候是1986年嘛 對 那麼等於就是正式解嚴前的一年 這個蔣經國宣布要解嚴前的前一年 當時的氣氛啊 還是非常肅殺的 所以當時很多人在原山啊 民進黨的黨外人士啊 在原山參加的時候 不少人其實抱著這種風宵宵溪溺溺溺水潭 一阻擋他們生怕被被 有些人都還交代了他後面的一些事情 很怕被刷 當然大家都知道 當時蔣經國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就是他並沒有採取 採取一個強烈的說 逮捕或者是鎮壓的行動 那麼這個情況也就是說 後來他們向內政部當時啊 還是有正常法的 對 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的正常法 但是那時候申請 像內政部申請的時候 原來民進黨內部的時候 也就有考量過 他們當時叫做民主進步黨 但是對於前面 要不要加上台灣兩個字 內部有過很多 因為他的對應當時是中國國民黨 沒有錯 而且他要強調本土化 直更於台灣嘛 關心台灣 可是最終他沒有把台灣兩個字 但是後來就是說 這一部分有兩個因素 後來民進黨就決定 只用民主進步黨 這五個字 為什麼沒有用台灣呢 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當時執政的這個國民黨的政府 內政部也不同意了 對全國性政黨 對全國性政黨 你不能用那個 不能用那個台灣 當時台灣還被認為 他是一個省 對是一個區域性的 而且的確是還是有這個台獨的疑慮 那第二個是民主進步黨 自己內部很多有事之事也在討論 就是說他們最重要的成立這個政黨的目的 就是要追求民主 追求進步要反獨裁反專制 這個是最高的一個價值取向 所以也不希望因為台灣兩個字 而造成進一步跟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在政治上的衝突跟對立 所以當時就取了這個民主進步黨 那剛剛慶容也分析了 當時呢可以說是在這個民進黨 剛成立之初的時候 真的是左中右獨 對所有的人都在裡頭 當時不分省級可以這樣講 大概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像費西平 像傅政 像林鄭傑 朱高正是本省的 那麼他們當時大概我剛剛有講到說 他是一個大雜營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基本上就是反對國民黨的獨裁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威權 當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可是後來後來隨著台灣解除戒嚴 以及定期選舉的常態化之後 坦白講我們都知道這個選舉 民主化跟本土化它的確有關聯性 因為選票才是決定所有政治的一個 唯一的依據 那麼在台灣大家知道本省人人口最多 就我們講的閩南人最多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早遠離選舉的利益 結果反而誘發了民進黨 在整個的政黨的方向 反而不及越來越走向是一個 我們講叫閩南沙文主義 是一個越加的這個 台灣兩個字沒有放到黨名上 但實質上它的整個的思維 它的用人 它的各方面來講的話 是越來越台灣化 越來越台灣化 而且越來越台灣化之後呢 它台灣內部啊 它甚至還形成包括 它原來阻擋了一批外省精英 一個一個離開了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啊 當時的費西平 林正傑 那傅政理是死在任上 他是死在任上 那麼包括朱高正或多或少 也是因為這個利益 或者黨內即使不用省級來分 黨內比較在台灣的前途問題上 那麼不是那麼走台獨的一個方向 你這邊我稍微衝一下 當然每個政治人物 退出民進黨的啊 不同的時代背景啊 它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或多或少啊 我在講就是說 包括我後來我們接觸 比較年輕一點 包括鄭麗文啊 包括這個利用平 對他們年輕的時候 都是民進黨的 那那個時候 我們私下有時候有聊過 就是說你為什麼退出民進黨 當然每個人可能對民進黨的 領導風格政治路線 後來都有 甚至有一些個人的因素 而退出 可是他們最常講了一句話的 就會 裡面會包含一句話說 我當初加入的時候 我是反國民黨 我是反 反威權 反威權 反獨裁 我沒有想到就是說 後來當時民進黨 沒有那麼強調台獨啊 對 現在是因為整個啊 啊台獨的一個 一個力量啊 或者這個政治傾向 全面籠罩民進黨啊 而這個在台灣 當然是就是說 作為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裡頭啊 他在所謂 台獨跟這個 民主體制當中的堅持 跟價值的維護 產生了一種 非常微妙的一種淨和 所以剛剛清龍兄也提到了說 《追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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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你》